ñas 幾句妳記得 宮殞無錠 10年以後 因為我哥哥過世 然後讓我覺得說 還是要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音樂的話是不是就是 我心情差的時候有一點音樂 心情好的時候有一點音樂 會越做越快樂 是不是成就感是非凡 假設我 我知道我今天要別人去 然後可能到了深夜 大概兩三點 好狀態OK了 然後我就開始做 然後可能一做就做到第二天中 就是狀態到了就可以進不下去 可是沒有狀態的時候我就不會下手 所以可能比較特別 現在子彈已經不一樣了 我好像這麼發達 然後思維已經這麼 寬廣了 就是格子要打開 我先搞清楚自己要什麼 火力宏的吉他手 就他給我另外一個觀點就是 要如何把吉他可能不像吉他 而是在彈 就是在做一首歌 我不覺得他是吉他手 我就覺得他就是一個藝術家 通常的吉他就是彈 可是他拿起來彈就是 就覺得 這就是音樂 音樂呢 就是對我來講就是他就是一個人神啊 如果你只是很厲害 你就只是 知道音樂的一小部分 你在音樂上會碰到一些事情 或是一些歌的表達方式 你一定要就是多去聽其他人在幹嘛 所以從音樂裡面就是領悟到很多道理 如果你是對音樂的想法的人 你會覺得這句話就是會有認同感 一開始聽到的就是覺得很酷 但過程看起來沒有很難 就是花一點時間 然後把它裝好一點就好 然後外觀看起來很眼淚 馬車看起來很像無限 就是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時尚的感覺 所以我這個人就是喜歡 流行 即便我是彈搖滾 即便我是彈金屬 可是我都會盡可能的 把我要做的這個曲風變得時尚一點 在音樂中 如果是彈是彈道理 點字幕在有一個封針 時又會有一個封針 的是彈道理 很少不瘋